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最近国足在亚洲杯开始之前呢,是结束了两场热身赛 但非常的遗憾呢,国足的表现不如一期 最终是双双遭遇溃败 尤其输给中国香港队更是创下了38年之后呢 再度输给对手的一个纪录 很多球迷呢,自然是难以接受 所以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从每天到球迷都在疯狂嘲讽批评我们国足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呢,富环本场比赛也可以发现呢 有三个主要的人员呢,确实也拖了整个球队的后腿 必须得来说一下了 首先大家回顾这场比赛可以发现 其实人家中国香港队确实踢得非常不错 尤其像潘佩萱这些年轻球员呢 人家一直是全神贯注 从头到尾呢,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专注度 所以在最后就能够实现逆转 就能够呢,把我们国足按在地上摩擦 所以对于国足来说,这场比赛输掉确实不冤 主要还是我们专注度,包括整体的配合出了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也加上在之前呢 到谷外拉链比较疲劳 所以这场比赛自然没有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状态 但说实话,我觉得本场比赛的一个走势啊 之所以发生改变了 主要是有三个人呢,彻底拖了整个球队的后腿 大家知道这场比赛国足总共是有三个人呢,染了红牌 其中球员方面包括了王上元和吴绍聪 这两位球员过于冲动,尤其是吴绍聪呢 更是大动作伤了中国香港的一个队员 所以说实话,这两位球员被红牌罚下 一点都不冤,动作确实啊有些太脏了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助理教练居然也来凑热闹 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居然闹情绪和我们裁判给杠上了 最终被驱逐呢,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么可以说这两位球员加上一位助理教练的一个稍操作呢 导致他们直接被罚下 一方面导致我们球队的一个实力受到了影响 另外一方面呢,也影响了我们球队整体的心态 所以最终啊,他们就脱了吴蕾儿以及教练组的后腿输掉了比赛 说实话,我觉得这一点呢,也侧面体现出来 我们一方面呢,国足有些人呢,就是人才这个脾气大 本身的能力并不见得有多厉害 但是脾气呢,却非常大 如果这样的一个脾气呢,到时候在亚洲杯的赛场上去展现的话 估计呢,还会继续耽误我们国足的表现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和定时地雷 另外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教练组在管理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啊 很多时候呢,你得罪裁判啊,根本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对我们国足来说呢,这一点问题一定要中意 总的来说呢,这一次国足输掉比赛 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比较大 主要啊,还是体现在球员包括教练员的管理上面 如果说我们的实力不行就继续提升上来 千万不要和对手不要和裁判发生冲突 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教训 在接下来亚洲杯极限到来之前 我们务必呢,要进行复盘和反思以及调整 争取在接下来的比赛不要再犯下类似的错误 这一次只是我们的省队而已 那么后续在面对其他的一些啊,国外的对手的话 那么挑战会更加大 我们呢,恐怕如果还是没有能够改变一些毛病的话 到时候输了恐怕会更加难看 也会遭到更多的质疑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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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